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兔 目前懷孕已經三四週 我快要生了 然後現在大家問了許多問題 都越來越貼近寶寶出生的問題 大家會開始關心我啊 我們啊 沒有大家關心寶寶 妳現在在說 會關心妳的只有我 我覺得妳媽也是比較在乎妳的 其他人都是關心寶寶 所以在這過程中 有時候我有覺得自己是不是越來越渺小 因為這個感覺很像是 從以前妳還是一個小姐 妳就是重點 重點就是在妳身上 妳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妳這個人的個性 妳這個人的樣貌 我在乎妳好不好 當我身上附著了一個寶寶之後呢 重點就在寶寶身上了 不關心妳 只會關心寶寶還好嗎 好啦 今天這集的主題就是 當妳被關心的時候 妳回答了之後呢 很常獲得了一句 可是這樣不是對寶寶比較好嗎 以寶寶為出發點了 然後甚至很多媽媽自己也會這樣喔 有了寶寶沒了自己 我們現在就來分享一些 算是基礎案例 但是又很經典的 第一個問題根本就超經典的啊 欸 妳突然妳現在多大 這是哪一來 哪一來綠茶 就是會這樣玩 那妳要怎麼生 我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想好 所以我就會一直說 這過程中妳應該也覺得很煩吧 我到現在還在煩妳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妳的實驗精神 我也是非常讚許的啊 對於每個人 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妳就隨便回一個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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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隨便回 我是當下 那一段時間是想要自然產的話 我就會回人家自然產 如果我那一段時間 可能又被說服啊 然後我就會回剖腹產 我有發現當妳回自然產的時候 聊天的過程是相對很短的 可是當妳說妳要剖腹產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蛤 可是不是這人產對寶寶比較好嗎 然後妳就會要開始解釋 然後妳就會覺得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這樣不好 我覺得這件事情蠻有趣的 因為大家都會說 媽媽好寶寶才會好 可是在真產這件事情的時候 又不在乎媽媽怎麼樣 生小孩受苦的其實是媽媽 我覺得媽媽本來就可以決定 她要用什麼方式 而不是說被勤勒 像有一些媽媽也是說 原本醫生判定是要剖腹產 身邊朋友或者是家裡長輩 一直說自然產比較好 自然產比較好 扮勤勒的方式 最後是自然產 那想當然 她就是生不出來 最後又是剖腹 得到一個全餐這樣子 嗯 因為有些是胎胃不正 或者是胎兒過大 有一些緊急的狀況 醫生由她的專業判斷 會建議說 要用哪一種形式 那如果沒有的話 一般醫生好像也是會尊重 媽媽你要怎麼生 每個人條件不同 醫生的建議 會依照你的條件不同 最後的情況去做建議 建議完之後 媽媽其實也要自己做選擇 所以我真的還沒有到那個時刻 大家不要再對我那個 尊重媽媽的選擇 因為她可能有長輩的要求 家裡長輩迷信 她要挑一個 良辰即時 皇帝命 醫生有跟我們說 她有遇過很迷信的家族 她說一定要挑中午 因為要曬到中午的太陽 太陽都捧出去 對她就是小孩一生出來 她馬上交給爸爸 衝著陽台照到那個中午的陽光 不知道那個媽媽有什麼 原因她要做這樣的選擇 如果都不知道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盡可能 對媽媽友善一點 尊重她的選擇就好 不要去干涉她 然後說怎樣對寶寶比較好 懷孕的苦在她身上 生產的痛也在她身上 大家對於這題 預設答案就是 自然產比較好的 很多人在問的時候 她也會帶一些 預設的問法 對啊她就說 喔妳是選擇自然產嗎 通常會這樣問媽媽 就是因為她選擇自然產 而且她非常推薦自然產 所以她用這種方式來問 那我們延伸到下一題囉 還有一個基礎題就是 妳要怎麼樣補餵妳的小孩 她就會問說 妳有要親餵母乳嗎 妳是親餵的 而且妳很推薦 那我覺得餵母乳與否啊 其實也跟媽媽條件有關 餵母乳比較好 然後講的媽媽壓力很大 結果她剛好又是一個沒有母乳的媽媽 就很擔心這樣媽媽會不會被逼死啊 我也不是不會 可是我就真的沒有 然後你們這樣好像覺得我都不愛我的寶寶 才會沒母乳 啊會這樣喔 我媽媽跟我之間的案例就是 美華姐她是沒有母乳的 我從小就是喝配放奶長大的孩子 我就是也這樣長大了 當我們第一次面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在看月子中心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早就去看月子中心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個時刻 因為那時候才剛懷孕 覺得還有很久還沒開始想 對 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個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它是一個要被討論的項目 然後我們兩個就互看 我完全尊重妳喔 妳如果不想餵母乳 我們就配放奶也OK的 看她的意思是就是 妳決定 欸奇怪欸 妳怎麼會我覺得 妳覺得我做好功課了是不是 對 就是妳是個很負責任的人 妳很常優劣事都已經分析好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欸這天妳研究到了沒 沒有 奶在妳身上妳應該要決定啊 因為我不知道優劣事是什麼 當下是空白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跟一般媽媽不太一樣的情況是 畢竟拍影片是另外一份工作 沒有所謂的 休息 對 慘假 如果說妳有一個完全關機的狀態 只有妳跟寶寶 我覺得情況又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還有工作需求 就算要餵母奶 我覺得它應該也是兩種混合 比如說妳在工作的時候 保母可以幫忙餵奶了 就不會打斷到妳的工作 每個媽媽情況不一樣 但如果說就直接拿餵母乳比較好去綁架媽媽 我覺得媽媽就又好可憐又要哭了 我好像有一點點沒有辦法寶寶一直來 我很依賴妳 因為她只能喝我的奶 她不喝妳的奶 那如果要喝妳那邊的奶 是不是就是配方奶 但是也是沒有到很排斥說 我絕對不會或怎麼樣 我覺得真的在月子中心 如果真的有多的奶水啊或什麼的 我當然也是願意的 在考量到工作的話 我還是覺得 家裡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啦 不能說一定要犧牲我自己 我如果不犧牲我自己 我就不夠愛這個小孩 給她的東西不夠多 這是很可怕的綁架媽媽的狀況 如果大家都可以尊重媽媽的意願 我覺得會好很多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對那個胸型的那個 因為其實在這個運氣裡面 我的胸部 它不是只是變大而已 我覺得純粹變大是還好 大家都有胸部變大 月經來的時候的胸部變大 可是那個形狀當它變不一樣的時候 你的身形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這已經有點到 你會厭惡自己身材的程度 你知道我會有一個行為就是 如果我一起穿 我一定會立刻穿胸罩 因為手臂有時候會碰到自己的胸部 不想要這樣感受到它 這感覺其實蠻強烈的 一直到 當我們真正在準備帶殘包 然後以及跟恭喜說 我們跟她溝通 可能是讓你喝配方奶 奶水的部分就是看媽媽到時候的狀況 這樣跟恭喜講了之後 恭喜好像就懂事了 她胸部就變小了 胸部就變小了 超誇張的欸 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是真實就是這麼發生 有一天洗澡我就覺得 它摸起來的觸感也不太一樣 我手還這樣是不是 真的不一樣 連那個狀態都沒有之前那種 要撐到爆的感覺 你之前胸部會爆青筋 包括胸口這邊都是青筋 就是她看到會有點傷心的狀態 那我當然會安慰她說 這個只是暫時性的 本來每一個人對自己身體 在乎程度不同 那有些媽媽不在乎 她覺得這是她為孩子的犧牲她很OK 那我覺得也很OK 沒有問題的 可是不要用這個成為綁架媽媽的理由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好來接下來一個很經典就是 小孩怎麼帶啦 我覺得有一個蠻經典的案例就是我 大學同學 前陣子也是生小孩 她兒子兩個月大她就送脫嬰了 這件事情讓家裡長輩超不諒解 覺得她是一個不愛小孩的媽媽 哪有小孩這麼小就送給別人 送出去外面上學給別人帶 哪有媽媽不自己帶自己的小孩 這樣你是不是不夠愛小孩 她就是很冷靜的跟她婆婆說 因為我們夫妻倆賺的錢不夠多 如果我在家裡這樣帶小孩 你兒子的收入是沒有辦法支撐這個家的 那她這樣跟她婆婆解釋之後 她婆婆當然也是閉嘴 因為畢竟錢是很現實的 沒有必要去請了媽媽 因為每個人的家庭狀況不一樣 錢其實是一個蠻實際的東西 只是因為小孩送公托就不愛小孩 對媽媽來說其實也很傷 媽媽基本上都是愛小孩的 急著去judge別人的決定 太怎麼樣了吧 我們也是兩個都考慮過 她是個非常負責的人 非常想要自己帶小孩 我們就覺得OK啊 反正我們算是自由業嘛 可以帶自己帶也好啊 有一天我就是可能在這個桌上 很專心的工作 我的狗狗會想要一直來找我 我就突然間把這兩件事情連在一起 那之後如果小孩這樣看著我 需要我陪他玩 可是我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 到底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現在兩個都這麼忙 整個回想我們平常的工作狀態 其實都是非常的專心 要很專注 一個專注的時間是蠻長 如果說兩個人都要專注的話 那就更沒有辦法 我就跟他說好像不太對勁喔 我們好像還是要拖 要有個預備方案啦 對也不是說全部拖 或是拖的時間很長 但是我們必須要有我們的工作時間 如果說我們要出去 那小孩怎麼辦 戴著拍其實也很難 因為東西很多 然後可能天候狀況如果很熱 小孩也不能一直曬太陽 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才覺得喔好吧 那我現在開始要啟動Plan B了 雖然我其實是蠻喜歡自己顧 我喜歡用我的方式顧小孩 很多事情就可以直接進行互動 對 其實為了這個企劃 然後我們還上網找了一些 關於為小孩犧牲的這些文章 很常會看到說 是否要為孩子犧牲 成為父母不等於要為孩子犧牲 像你在教育小孩的時候很常說 小孩是獨立的個體耶 叫家長不要控制小孩 不要控制欲太強 可是媽媽也是個體 但你卻很常把它觀念起來 我之前在Dcard上也看到一個文章 蠻有趣的就是有一個女朋友 她男朋友就在跟她抱怨說 我有一個親戚被我們家人念 她為什麼一直回娘家 然後那個男朋友就說 我媽就沒有一直回娘家 家事都做不完了 哪有時間回娘家 那個女朋友就上網就是說 她瞬間覺得要跟這個男友分手這樣 我先不管他們的感情 我純粹就這個故事內容 我覺得很可怕 大家給媽媽的約束是非常非常強的 而且她那個是很像一個Default子已經在那邊 可是小孩裡面有兩個家長 我想表達這件事情 但她對爸的要求會相對比媽媽還要少 她覺得從出生開始她看到的就是如此 她就會覺得 理所當然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 這個故事中的小孩的這樣的說法 出發點我也覺得很可怕 媽媽其實也有她自己的生活 當然她會照顧你 她會對你付出 可是除此之外 她有她自己的角色 她有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做的時候 被小孩綁住的時候 卻不會有人講說 小孩怎麼都可以把媽媽綁住 可是媽媽不放手就會說 你怎麼可以控制力這麼強 放手讓小孩飛 也有很多人會有一些討論 直接問說 你準備好要犧牲嗎 你願意嗎 生了本來就應該要有犧牲 有犧牲我覺得合理 不合理的是過度犧牲 有些人說 覺得沒辦法為自己的小孩犧牲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是不想要有小孩了 因為犧牲跟責任有時候是一起的 應該是如何達到平衡吧 寶寶跟媽媽如何達到平衡 為什麼一定要提到犧牲這樣子 好像我讓了寶寶一點 或者是我不讓他一點 我就會少一些什麼 有一種這種感覺 大家不會說付出 卻用犧牲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特別 像比如說我愛你 我願意為你付出 可是到媽媽跟小孩的狀態 就會變犧牲 犧牲其實有一種 我少了什麼 然後給了你什麼 那我覺得平衡很重要一點是 如果沒有平衡的話 很多家長會說 我當初要不是因為你 放棄了我的夢想 開始勤了小孩 每一個家長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要這麼做了 你有委屈 你就是要把它說出來 而不是讓他變成了一個犧牲 等到多年後又回來 我現在不是到處了你 我現在打到這個女人是歌手 然後小孩也會很痛苦 他會覺得我何其無辜 當時也不是我逼你做這個決定的吧 但是我卻要為你的決定負責的感覺 總結來說的話我覺得就是 家長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自己的意願是非常重要的 也要站在對自己的小孩好的立場去做 有什麼委屈 你就說出來兩個人一起解決 看用什麼方式轉換或分擔 一定會有一種很平衡的方式 是對小孩好 對我們兩個家長也好 也不要說好像小孩得到了什麼 我們兩個就犧牲了什麼 小孩子犧牲了什麼 然後我們兩個得到了什麼 看到這麼多裡面有一個留言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有一個留言說 如果你因為養了一個小孩 你就覺得你要犧牲全部的話 那代表你犧牲了全部 你也不可能給小孩讀好的條件 這個東西還有一件事情是在說 其實你在育養一個baby到他成人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自己要快樂 你的小孩才會快樂 其實人的情緒所有生物都感受得到 大家自己也小時候過了 大家也都知道自己媽快炸了或什麼 聞空氣都知道 小時候都這麼聰明 現在小孩難道不也這麼聰明 大家都會讀空氣啊 大家都會去感受 在養育孩子的這個過程中 整個家庭環境的這個正能量 是非常重要 家長們就要觀察如何達到一個平和 帶有怨氣的對小孩好 這樣其實就是有一種 傷害就不是正能量 對啊 寬容一點 體貼媽媽 不要什麼都以寶寶為出發點 媽媽的心理狀態 身體狀況也可以被關心 要相信每一個媽媽都會對自己好 也會對小孩好 他們做的決定有他們的理由 不要太干涉其他媽媽的決定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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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或者是 不行 戴